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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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配合我们中了6台的机车 还有我们有60台的变速脚踏车 因为我们这次送的纪念很好 希望说我们的手电筒跟我们的吊灯非常合适 我们在停电的时候或是在车上都可以用到这个东西 希望所有的市民大家来运动重大奖 鼓励大家多运动 市议员张浩瀚以行动大力支持 我想全国外人见走 其实过去几年来有非常多次都在基隆来进行举办 那也吸引到非常多的一个全台湾的民众 来到基隆来进行观光 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除了可以让大家保持身心的一个健康以外 其实也带动整体基隆的一个经济发展 所以在这边也邀请我们全国的各位国民好朋友们 9月7号如果有空 大家一起到外幕山来欣赏美丽的海岸风景 市府推广体育活动不遗余力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今年9月的全国剑走 那为了因应9月7号活动 我们今天在仁爱国小这边也邀请各单位 还有我们体育总会这边来召开一个筹备会 那希望9月7号全国外人见走活动可以顺利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全国剑走活动希望民众享受健康生活 更要为基隆带来商机带动地方的经济成长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成功市场主委陈世平和基隆市政府惨发处长林鼎超 陪同立委林佩祥 一起到成功市场关心摊商的生意 并且查看市场内部 包括老旧不堪的天花板送风机 以及二楼湿滑地板等老旧设施和环境 最重要的是向大家宣布一项好消息 就是林佩祥已经成功向经济部 争取到1100万元的经费 将投入改善这些缺失 这是很高兴能够经济部愿意协助我们基隆市的成功市场 来去做我们这个传统市场的改造跟改建 主要是第一个当然是我们天花板会全面换新 第二个就是有差不多这边 我们成功市场有将近145台的送风机 我们也会全部更新 第三就是二楼 我们这二楼的商家摊贩区 他们的地板我们也会把它全部更新 以免大家滑倒 第四点就是我们所谓做的 把油水分离的设施 好好把成功市场把它做好 第五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灯 其实都已经老旧了 一直换灯管也不是办法 所以要全面换成LED灯 那这一点来讲 佩祥很高兴能够争取到这笔经费 然后跟产发数合作 跟我们市场 永远有 跟我们市场能够拿到这些补助 那未来佩祥还是会继续努力 跟市政府合作 跟我们市场合作 把我们的这个传统零售市场 把它改造 把它改善得更好 大家也知道就是其实基隆的财政 比起像直辖市都来得比较困难一点 那拿到中央这个经费的支持 真的是对于基隆市政府来讲是非常重要 那也非常感谢佩祥委员 在上任之后 然后就帮我们成功市场 争取到这个1158万的这个经费 来对整个环境做一个修散 那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市场 很多市场都需要这个中央来帮忙 那未来市政府的部分 也会跟这个佩祥委员这边继续来合作 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中央经费 来改善我们更多的市场 而成功市场主委陈世平也代表所有摊商 由衷感谢立委林佩祥的用心 和对摊商们的照顾 很感谢立法委员佩祥帮我们争取这条经费 感谢各个单位的支持 让我们市场能够更清洁 更卫生 更凉 这是当然的事情 我们回环境比较好 顾客当然就会比较多了 谢谢大家 基隆市政府产发处预估经过一定的行政程序 应该今年年底可以发包 明年初开始诊件 将让成功市场换难一新 也让消费者可以更安全方便到成功市场买菜吃饭 也提升成功市场内各摊商的买气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好 台电赞不赞 赞 画面上是台电协和电厂颁发奖助学金 今年共颁发超过199万元的奖助学金 给中山区安乐区 跟中山高中安乐高中 以及基隆家福中心获奖的学子 鼓励大家用功读书勇敢追梦 典礼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市长谢国良秘书林佑德 议长佟子委秘书于炳玉 立委林佩祥秘书黄生栋 跟基隆市政府教育处代理处长杨贵杰 以及基隆家福中心主任陈美军等贵宾 都到场共襄胜举 今天非常高兴代表谢国良市长参加我们今年度的 台电协和电厂的这个奖学金的颁奖典礼 那我想今天 今年也是有许多学生来获得奖项 那感谢我们台电公司协和电厂 常年在地的支持我们在地的学生 那提供给我们学生教育的帮助 并且台电也维护我们国家供电的稳定 台电长期以来支持地方 尤其是我们协和 一直是我们基隆重要的一个支柱 那也非常感谢协和电厂 来提供一个奖学金来支柱 我们的学子们在求学的路上 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后盾 那在此也代表我们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伟 谢谢 我们学的电厂以及台电 长年以来对地方的支持 那在这边首先要 恭喜各位同学们获奖 那也要感谢我们台电提供这么丰厚的鼓励 那相信各位同学 能够通过我们此次的获奖 化作驱动力 抓住你的梦想 充满行动力的具实践 开启自己不凡的人生 感谢台电给我们的温暖 各位同学加油 谢谢 我们今年协和这边 我们办法奖金总共是199万 那社会的学子是有1155人 那我们也希望协和能够永续存在 能够继续造福各位学子 那也让这个爱能够不断电 这是我们最终的期望 也善尽7月的社会责任 那针对于中山高中跟安乐高中的 这些学子家会很多 那学校这边呢 也针对于我们表现优秀的学生 还有加进需要帮忙的学生 我们每年也推荐 让我们协和电厂这边来帮助他们 然后他们到了大学端以后 表现都非常好 而且对他们的家庭呢 也有降低了很多的经济压力 这个我们要非常感谢 协和电厂的帮忙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们孩子可以说近百人 能够得到这样的帮助 可以让他们在学习能够更多元 买到更多书籍来帮助他们 申请他们想要能够完成的梦想 或想要读的科系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 很棒对我们孩子很棒的激励 台电从1990年设立奖助学金嘉惠学子 今年再度串联全国20座电厂颁发奖助学金 期盼鼓励学子们努力向学 未来有机会也能够帮助他人回馈社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好可爱哦 敢不敢抓 好 每个人抓一只 活泼的兔子让师生笑弯了腰 弄胜国校无名德老师 打造欢乐兔子园 内有育婴房 幼兔活动空间 及操场奔跑区 19天的小兔子超吸睛 小兔子好可爱哦 好开心学校有兔子人 他们眼睛是红色的 这些兔子的眼睛好漂亮哦 现在是第19天 他还没有断奶 所以他要妈妈的照顾 下次兔子很多的时候 你就抱他的屁股 对不对 而不是这样吊着 他这样就很痛苦 就吊着很痛苦 所以你用背 抱着他的屁股 对不对 这样抱着 他就不会挣澡了 为师生打造一处 与可爱小兔子互动的乐园 起因为何呢 那起初呢 是因为我女儿想养兔子 那我又不想 把他养在笼子里面 所以呢 就打造一个快乐的兔子园 就在龙胜国小 除了有育婴房 还有呢 他的小小的活动空间 那更大的呢 有在操场 有个兔子园 来到操场 老师把长大的兔子抱出来 来大家去吃草吧 兔子开心的奔跑 小朋友也跟着一起 孩子们述说兔子的特色 上了一堂仔细观察的自然课 也体验生命教育 不敢抱兔子 现在我敢抱了 我觉得很可爱 而且还是蓝色的眼睛 跟绿色的眼睛哦 而且呢 他的皮肤也是绿色的 不过兔子的繁殖力超强 吴老师特别提出建议 兔子他的繁殖力很高 这一胎是第二胎 那张小兔子的是第三胎 所以他很会生 一个月就可以怀胎了 如果呢 其他学校呢 想一养的话 我建议你就养一只 或者是养童性的 都养母的 或者养公的 这时候呢 才不会繁殖 不然繁殖人 你会附和不了 欢乐兔子园 为龙胜国小校园生活 注入新的活力 让孩子在观察 与关爱小生命的过程中 获得宝贵的体验学习经验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基隆师囚领 同龄观圣地君庙 主神奉寺观圣地君 起源于随国民军来台的 东山岛先民们 在基隆落地生根 感念故乡 东山地主的保佑 民国53年 结合众人力量建庙 并成立基隆东山会馆 今年农历5月13号 庆祝建庙60周年 扩大绕境活动 邀请许多民俗镇头精彩演出 吸引沿途的民众观赏拍照 之后 快点,快点快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 今天是我们基隆闽南同乡会第五夜团 同龄关圣地军60周年庙庆 以及关圣地军诞辰生日庆祝大典 我们请来前省各种民俗活动表演 欢迎我们市民观赏 庆祝大家身体健康 今天东山万圣地军的诞辰 东南乡团万圣地军庙的由来 是由东山岛跟着国民党牵台 来到基隆大家出钱出力 成立这个东山庙 然后刚好今年是60周年 所以我们特别集办 圣大集行晚上还有平安宴 这是由主委跟我前一篇团圆 来庆祝这个庆典 祈求国泰民安 祝大家幸福健康 这是文王族舞 这是台湾很少见 台湾很少见 他的特殊品在哪里 它是因为它是商周时期建造的古 然后这是武王古 这是武王边 然后它就是打下去会天下太平的意思 对对对 所以用在这个节日是不是很好 对刚刚好 它的全名叫武王古庆 然后上面有我们的民主 武团名称 庙方表示除了扩大绕境巡安之外 也邀请剧团公演为地主祝寿 祈求基隆风调与顺国泰民安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临近基隆火车站的基隆转运站 7位1号将要启用哦 想要去搭国道客运和市区公车的民众 赶快follow me 要搭成国道客运的民众 可以从中一路上火车站南口 对面的转运站正门进入 直通后车区域 也可以从旧火车站旁边 这个大顶红下方进入 搭电梯或走楼梯到后车区域 如果是下雨天 也可以从火车站南站 经过街舞空间这个联通道 来到大顶红下方 再利用电梯或楼梯 就可以到达国道客运后车月台咯 这里有国光客运 泰勒客运 和往士林 及内湖客气园区方向的 各条路线客运 如果民众想要搭公车 就要去转运站外面 新落成的市区公车后车亭 民众可以进转运站 再步行到外面的公车后车亭 或是从火车站北站 经由楼梯 通往公车后车亭 这里的后车亭 可以搭成市公车 前往太白庄 信义 中正和安乐 长庚医院的方向 基隆慈芸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配似地藏王菩萨 以祝生明明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芸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商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度众 想知道 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观音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观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 晚上九点基隆第四频道 观音市政做回来 有什么东西 就是电视柜 衣柜这些 草堆中的废弃物 五花八门 永木板破碎的流理台 还有破玻璃 各种营件废弃物 一看就知道 招人恶意请到 中正区条尔街 转运站旁的杂草空地 目前遭不法业者恶意请到 失业垃圾 环保局警察区队在浮明街一带 发现路旁 暂时放置大批的 营件废弃物 发现一辆货车 行机可疑 将废弃物再往调和街 进入草丛之后 就依然到 本案是本局警察员 在巡检的时候 发现路上有不明废弃物 之后蹲点 发现有不法业者 到现场载运 随后我们全程跟肩 到转运站的附近 我们发现 有很多的废弃物 为了避免 不法业者找借口脱罪 机裁员不动声色 全程录影搜证 并通报警察局 要求车主 限期导案说明 车主导案之后坦诚 事发当天 确实有非法气质事业垃圾 如果我们 有时候我们会上前 及时去拦阻 但是他业者 有时候会反应说 我只是绽放 马上要把他载运走 但是这样的话 我们收证就非常不容易 我们把影像移送警察局 到时当会一会清法 27条 41条 46条 移送检方 环保局提醒 违反案道 行为人 除了要承受高额的罚金之外 另外警察局 移送刑罚的部分 最终还未面临 五年以下刑责 呼吁民众不要 以身试法 记者 黄绍铭 记录报道 监视器拍下 这辆货车停在公车处 四角停分站对面 等到分站人员下班之后 先在公车加油孔 附近徘徊 下一秒 监视 监视拿进来了 有没有 一早司机上班发动武器 才发现油箱没有了 都没有油啊 发动的时候发现没有 没有啊 就出去才发现都没有油 之前我在七堵站的时候也被偷啊 同一个人吗 后来那个有被抓到啊 很多站啊 很多站都被偷 因为我们就是开放空间啊 嗯哼哼 那会不会建议说应该要上锁 还是说要用什么样的 这还是防不胜防 锁没有用啊 锁没有 经过清查 结果有三辆公车油箱内的柴油都被偷光 就连隔壁的公车行怪手也遭殃 它要发动的时候 发一发就没有了 然后才发现油桶没有油 啊你们这第几次被偷 它是第二次 本分局破报 基隆公车处四脚停公车分站内的公车 遭不免人士进入 并窃取车上油箱内的柴油 早晨发车时发现站内 既有三辆公车遭窃取油料 本分局受理报案后 随即派请监视警力至现场采集指纹等相关机证 并成立专案小组积极调阅监视器 全力侦办中 务必尽速将换险逮捕到案 分局呼吁 窃取他们财务息违法行为 民众请务以身试法 如发现可疑人士 请立即拨打110 或联系当地派出所 时机不好 窃取连公车的油斗摇偷 让警方猛摇头 目前警方除了调阅监视器画面之外 也会根据指纹尽速把人逮到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七独火车站东兴街出路口对面有一块机车停车场 当地常心里前里长柯金标不满的指出 原本这里要规划成老人休闲的地方 现在却停满机车 连旁边道路两旁都划设机车停车格 甚至人行道上也停满机车 前里长柯金标非常不满 希望市政府能够有效管理 当初我在90几年 我在时候我的规划 这边都是清空的 包括这边都清空的 而且这边是我们里面 必须经过安全 汇车还有机车的躲避都有 现在不要哪个天才 就把它全部化为停车格 其实车子也没办法汇了 机车要散也没办法散 更可恶的是 这两旁都是人行道 既然有办法把它化成机车停车格 而当初我们在争取火车站 河滨案的时候 七土七里长都共同的争取 这些机车汽车 都是停在现在的上面 外面收费的停车 当初是要回归地方给大家停的 现在变成都要收费了 大家都停在我们长心里 那变成长心里是比三等公民还不如的里民 这样不合道理 而街道反应的七土区公所则表示 会将地方上的意见汇整 向上呈报给市政府相关单位 有关地方上任何有关交通上的意见 区公所都非常的重视 那区公所也会整相关地方人士的意见 之后呢 我们整理以后 我们会汇报市府相关单位 来统一的规划 前里长柯金彪表示 这些机车大都是外来通勤 搭火车民众停放 希望市政府重新规划 整顿这里的环境 记者 吴俊松 基隆报导 来看我这边 来自八斗国小的潘家英同学 个性腼腆害羞 在学期间奋发向上 成绩优异 获得市长精英奖 自由发挥 占的比例比较多 怎么说 就是说像他喜欢画画 就让他自己去 那就是他需要帮助 我才会去协助他 那不然我都是让他自己 对啊 那他也是创意很多啦 自己就是东东摸西摸摸 然后也很喜欢玩一些手作啊 这样子的 而就读仁爱国小的 曾鱼希同学 就学期间 立定未来目标和方向 成绩亮眼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就知道有这个奖 然后就想要拿到 然后拼了六年 然后有就拿到 小学就尽量能考好就考好 然后还有像那种 月考断考这种 然后就是拼 就尽量在前三这样子 另外就读上人妇幼的黄瑞宇 个性活泼积极 在校成绩优异 父母亲给予最大的支持 其实我的要求一直以来就是礼貌啦 然后还有注意安全 那其他的教育方式通常都是相对开放 对啊 毕竟孩子有他的自主性的发展 那所以我们只能在必须要求的规范上去限制他 那注意安全这样的 精英奖颁奖颁奖典礼在金融表演艺术中心盛大举行 市长谢国良亲自表扬313名毕业生 献上满满的祝福 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优秀的学子 大家共聚一堂 然后我们来颁这个市长的精英奖 那这个代表一个重要的荣誉 也是对他们过去对学业品德各方面有良好的成绩 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 那我们也会继续努力把我们的这个奖项办好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学子 大家都继续努力好好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们也非常荣幸能够颁这个奖给大家 为了让家长得过奖学生留下纪念 胜服也特别租借了美颜拍照机等多款的拍照道具 让每位与会者都能够自行拍照留念 留下难忘的回忆 记者黄少民进入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资标股 迈向财富自由 欢迎你 让我带你走向成功 欧根的老师就赚了十万哦 我刚才撤到人生 立场金了 注意 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 五十万 抱你吧 只有十个名额 关小家 网络投资陷阱多 文中不赔是诈骗 歡迎播打1.5版 詐騙專線查詢 速隨停 讓愛隨行 住在九公寓三樓的陳奶奶 每天都在陽台邊 與鄰居們打招呼 因為爬樓梯 已成為她出門的障礙 社宅包租代管4.0 以屋換屋 可跨縣市服務 讓長者生活更便利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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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有關係嗎 我都喜歡玩的 包租代管333 方便行 安心住 提防及非法機上和經銷商 強力查詢 去查獲778台非法機上和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和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2年以下俗刑 給50萬元罰金 品式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和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和的民眾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支持影視產業 營養化碳終結者NACO獎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熱水器 絕不可裝在加裝窗戶的陽台、廚房等室內空間 因為瓦斯燃燒不完全 就會產生營氧化碳 短時間就會讓人頭暈想吐甚至意識不清 想保命跟我這樣做 一、熱水器牽移至屋外 二、更換成強制排氣式熱水器 三、敢用電熱水器 NACO獎祝福您洗澡通風保安康 酒駕罰很大 一、提高酒駕違規罰還 在犯才累計加重 罰款無上限 酒駕聚檢或聚策罰更大哦 二、呼氣酒策值達0.25毫克以上 連坐處罰年滿18歲的同車乘客 三、酒駕在犯聚檢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沒入該車輛 四、酒駕重新考照 需強制加裝酒精鎖 找別人帶吹也不行 要罰六千至一萬兩千元哦 五、未完成酒駕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療 不得再申請考照 六、慢車酒駕也加重處罰哦 酒駕民工人 內政部警察署關心您